说到这个酱啊 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这个酱呢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豆酱 另外一种则是面酱 今儿呢咱就做一个超级简单的 老北京甜面酱 首先是平底锅 别加油 直接加入面粉 把面粉炒熟 炒面粉的时候火力千万不能过冲 过冲的话这面粉很容易炒过火 炒过火之后 第一颜色会过深 第二就会出现一股苦味 这面粉啊稍微冷却一下 面粉当中加入清水 调成面糊状 生抽 老抽 白糖 将调匀的面糊直接下锅 上火熬至浓稠 始终保持中小火的状态 要不停的搅动 以免这个面粉啊结成颗粒状 由于面粉我们期前已经炒过了 所以呢这个熬煮的时间相对来说就可以缩短一些 加入适量的盐调节一下咸度 那等这个酱呢冒得很均匀的这种气泡了 证明酱已经熬好了 关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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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